像是这一道龙潭古早味的咸猪肉 采用龙潭在地黑毛猪 外皮酥脆Q弹有嚼劲 搭配蒜苗以及特制沾酱 令人一口接一口 还有这一道大圆梅汁小番茄 以大圆产圣女小番茄 加入梅子干炒砂糖熬煮 是道酸甜可口的开胃菜 那我们这次推出的是 桃圆物产嘉年华的系列菜肴 那主要就是结合桃圆在地 有非常优秀的食材 譬如说像是本港新鲜的鱼货 或是在地的一些农序产 一些很优秀的食材的部分 那结合主厨的巧思 推出了几道很可口的佳肴 譬如说我们有利用大圆产的番茄 圣女小番茄 那经过梅子酝酿 做出了酸甜可口的梅汁小番茄 那也有桃圆龙潭在地的 非常美味的黑毛猪 我们用传统的料理 推出了这个古早味的 咸猪肉的这个料理 那咸猪肉的话是使用这个桃圆 在地这个龙潭产的这个黑毛猪 那本身的话 它的肉质就是非常的鲜嫩Q弹 那用这个传统的这个做法 配上这个蒜醋的这个沾酱 那它是一道非常这个下饭的台味产 另外像是清炒三药卤笋 选用大溪产卤笋 以及复兴产的三药等食材拌炒 口味清爽且营养丰富 再次也结合了客家料理 推出了客家小炒 客家油鸡 其中特别推荐的客家菜包 是一道客家板石 糯米制作而成 外皮包入以萝卜丝 五花肉制作而成的内馅 口感Q弹不黏牙 让人回味无穷 那其实桃园在地有非常多的客家人口 桃园的客家人口有了大概九十万人 是全台湾最多的一个县市 那我们也结合这个主题 推出了四道这个道地的客家料理 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客家小炒啊 另外还有平常在老街 你才可以吃得到的这个 传统的这个客家的这个米汁的菜包 我们让它在饭店用煮熟的巧思 呈现了另外一个风貌 那另外还有就是用客家传统的这个老菜包做成的这个客家的这个老菜包鸡汤 也是非常推荐的一道料理 那我们当然就是希望就是在这个传统 在大饭店里面可以吃到这些这个传统的这个非常平易近人的这些小吃 那当然就是可以希望 我们希望可以就是把桃园的在地的这个食材 推荐给我们平常这个饭店的这个常住客 或者是喜欢长鞋的一些客人 都可以到我们饭店来品尝这个新推出的这个系列的这个菜肴 业者表示他们天天提供新鲜鱼货 还有多样化地形种植各式蔬果农产 以及在地养殖的续产等物产 推出了桃园物产嘉年华系列特色菜 除了推广在地食材 也要满足老饕挑剔的味蕾 记者东云飞桃园采访报道